朋友不知道跑钱的这三大技巧 结果白白六分 功课都帮你们做好了 跑钱准备比跑步功能当中更重要 所以一定要看完 第一 烤钱怎么吃 烤钱三年一定不能吃辣的 也不能吃难以消化的肉 万一跑步辣肚子或者胃胀很难受 要多吃易消化的碳水 白米饭 面条 馒头都可以 至于要不要喝红柳 实际上帮助不大 还容易饿 烤钱30分钟来两片 你平时最爱吃的面包完全足够了 我在跑马拉松之前也这么吃 没问题 第二部分 提考怎么穿 一定不要穿长的厚的外套和长裤 会拖累你的 像我这样穿苏干的T恤短裤就可以了 可以帮助你迅速排汗 降低体温至少让你快10秒 至于鞋的话 千万不要穿什么帆布鞋 篮球鞋 显得特别业余 而且单只动辄4500克 太重了会拖累你的成绩的 一定记得要穿轻量的竞速跑鞋 同学们可以试试 我今天脚要穿的这双米宁芝徒5pro 前两天正好穿它跑了三公里的速度训练 平均配速在3分41秒左右 说说它的感受 42码单只247克 轻 跑起来帮你省力 Light Phone Plus中底 加上累积了一块和顶级滩滩跑鞋 飞电2相同的凤科技材料 落地后迅速弹起一点也不拖沓 大底Tuff RB的高耐火香蕉 登地起跑的时候不打滑 重点是中底内置了一条 ProBar Lock稳定条 不管你是前脚掌落地 还是后脚掌落地的同学 都能保证你的稳定性 网纱鞋面轻薄透气 一点也不闷脚 400左右的价位 延迟扛达性能出色 轻量竞速值得冲 第三部分 起烤前一定要热身 烤前热身能够让你兴奋起来 心肺热起来 肌肉会充满能量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跟着我做以下6个热身动作 做好以上的三件事情 烤前的准备你就是100分的 枪支一下你就全理负吧 着说来玩吧 收集直到达身权装 准备你